长期佩戴银手镯真的能吸出体内毒素 为啥银手镯会变黑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银手镯作为一种古老的饰品 不仅承载着装饰的功能 更被赋予了诸多神秘的健康寓意 尤其是关于银手镯能够吸出体内毒素的说法 在民间广为流传 然而 这一观点是否真的有科学依据 银手镯为何会在佩戴过程中逐渐变黑 本影片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为您揭开银手镯的神秘面纱 1.女生长期佩戴银手镯 身体会有哪些收获 不妨了解一下 1.促进血液循环 常年佩戴银手镯的女性 当银手镯与手腕皮肤相互摩擦时 能够起到保养皮肤的效果 同时还能有效加速全身的血液流动 预防血栓和血液凝固问题 之所以佩戴银手镯会有促进血流循环的作用 还因为银离子能与人体的血液产生一定的物理反应 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关心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2.杀菌 不知道她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 很多女性朋友在戴银手镯的时候 通常会戴在左手上 银手镯当中有一定微量元素 长期佩戴对身体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 有助于促进伤口的愈合 很多人在古代的时候 也会通过佩戴银饰品 来了解人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银饰变黑 说明身体里有一定量的毒素 3.提高免疫力 银元素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 能够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 女性经常处于一种压健康状态 长期佩戴银手镯 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增强免疫能力 减少感冒 咳嗽等疾病的发生 4.安神助眠 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下 很容易出现失眠多梦的现象 长时间睡眠不足会严重影响健康 坚持佩戴银手镯 可以有效缓解失眠多梦的问题 提高睡眠质量 促进头部的血液流动 起到安神助眠的效果 5.皮肤保养 女性长期佩戴银手镯 还能够美容养颜 保养皮肤改善气色 特别是女性随着年龄增长 各项器官逐渐衰退 胶原蛋白容易流失 皮肤也会失去光泽 变得暗淡 而佩戴银手镯 能够帮助身体清理毒素和垃圾 有利于改善气色 延缓衰老 2.长期佩戴银手镯 真的能吸出体内毒素 为啥银手镯会变黑呢 配戴银手镯跟吸附体内毒素没有直接关系 本身人的身体并非隐藏许多毒性物质 只要保持健康 各大器官正常运转 可以维持血液循环良好 代谢正常 产生的有害物质通过正常渠道代谢出来 不用担心体内毒素累积引发疾病 佩戴银手镯虽然跟皮肤接触 但不会吸附任何物质 既不能把有害物质吸附出来 也不会输送营养物质 因此该物区要避开 要去了解手镯真正会变黑的原因 银室变黑主要是因为接触了硫化物 从而发生氧化反应导致变色 在我们的生活中 硫元素几乎无处不在 空气中 皮肤上 食物中都含有硫 化学性质活泼的银 随时都有可能和硫元素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形成黑色的硫化银膜 失去光泽 这属于自然现象 另外 人体的汗液中也有硫元素 而且汗液中的氯离子和钠离子 是电的两导体 因此贴身银式接触到汗液 是会加速发生氧化反应 形成黑色银绣 三 银手镯别乱戴 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带来麻烦 真不是迷信 快看看 一 避免碰撞和摩擦 银手镯是一种软金属手势 容易受到碰撞和摩擦而产生划痕和变形 因此在做剧烈运动或者搬运重物时 最好将银手镯取下妥善保管 此外 避免将银手镯与其他硬物一起存放或佩戴 以免受到摩擦和碰撞 二 不能佩戴不适合自己的银手镯 在选择银手镯时 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手腕大小 然后选择合适的尺寸 如果佩戴了太小的银手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手上稍微长一点肉时 就很难将其取出来 只能将其剪开 这样就会有损失 如果戴了过大的银手镯 自己手上会感到不舒服 也会磕磕碰碰的很难受 影响日常生活 因此在选择银手镯时一定要谨慎 确保其适合自己佩戴 三 不要戴错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戴错手镯是被认为不吉利的 一般来说 女性应该将银手镯佩戴在左手 而男性则佩戴在右手 这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 左手被认为是女性的手 而右手则是男性的手 因此 女性佩戴银手镯时 应注意戴在左手 以尊重传统文化和促进吉祥 佩戴银手镯是一种传统和时尚的视频选择 但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要确保将手镯佩戴在正确的手上 女性应佩戴在左手 男性佩戴在右手 四 洗澡的时候不要佩戴银手镯 因为我们洗澡都会用到一些洗护用品 洗发水 洗面奶之类的 里面都含一些化学物质 如果我们的银手镯经常接触 很容易让银手镯产生化学反应 表面失去光泽度 暗淡无光 这样银手镯戴在我们手上就非常难看了 所以建议大家洗澡的时候 应该将它取下来比较好 五 不要和金手镯一起佩戴 银手镯的优雅和金手镯的气质截然不同 佩戴二者将削弱银手镯独特的魅力 相比之下 银手镯的纯净光芒和温润感 将让您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所以女性们在选择饰品时 请远离将银手镯与金手镯混搭的俗气搭配 让银饰品展现出完美而高雅的状态 四 清洗银手是最推荐的三种方法 不花一分钱 光亮如新不受伤 方法一 牙膏清洗 用牙膏清洗 一般比较适合表面比较光滑平整的素面银手势 用废旧的牙刷沾取少量牙膏 在发黑发污的地方反复刷洗 直到银手势表面光洁如新就可以了 擦洗干净之后再用清水洗净 这种方法来清洗项圈和无花手镯等 效果很好 但是如果用来清洗有雕花或者漏花银手势 因效果不太好 不建议使用 方法二 准备一个小碗 然后用一块大的锡纸把碗的底部全部覆盖住 光亮的一面朝上 然后把需要清洗的银饰品放进去 在里面倒入盐 盐必须把手势给盖住 最后倒入开水 用筷子搅拌一下 等待几分钟就可以发现银手势发黑发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 如果屋里没有锡纸 也可以用铝箔代替 锡纸的材质是铝和盐一起提供了电解质环境机制 用开水加热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通过电解质环境将硫化银还原成原单质 这样我们的饰品自然就变得光亮如新了 用这种方法清洗银手势不会伤害银饰品 而且方法很简单 材料也比较容易找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方法不能用来清洗镶嵌合金珠宝的银手势 不然容易损害珠宝 得不偿失 方法三 酒精或者氨水 可以准备一块干净的不征占取经或者氨水进行擦洗 和黑色的氧化物进行反应 这种方法比较温和 这种方法比较温和 是